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要减少动作戏 可是他一直活到了 演到了 网友日前就捕捉到了 成龙出现在西门町 看到他在做什么呢 他坐在机车的后座 然后一脸非常好奇的样子四处在张望 在他的人是罗志祥 原来就是要拍新片《机器之血》来到台湾取景 但这部片其实是成龙第一次尝试科幻片 戴着新片来台取景 已经超过60岁 拍过上百部动作片的成龙 首度尝试科幻电影 场景除了台北 台远赴雪梨歌剧院拍摄 主要的景就是在歌剧院的顶楼打 短短的打开一个礼拜 很难拍那个地方 台北 雪梨 北京三地取景 演员请到罗志祥跟欧阳娜娜 成龙主演兼监制 维持一年两部大作的产量 却坦言这几年 其实他力求突破改变 这几年里大家可以看见我 不断地去改变自己的形象 希望给大家知道 我不是一个动作明星 我是个演员 所以不管是功夫小子 或者是警察国家人一三 或者星期事件 不断地在改变 希望给观众感觉 我是一个演员会打 不是一个动作演员 因为动作人员的生命力是很短的 要抛开动作明星的称号 让观众看到更多演技 2016年到17年接连四部电影 每部都看得到成龙无从的表现 但观众看不到的是幕后 成龙绞尽脑汁设计动作 当然我也有颓上的时候 你们看不见 当我在片场颓上 想不出东西的时候 一个人就坐在那边 当我一想通了 你叫我走我都不走 因为马上我要把它拍完 就觉得很有忧悦感 很开心 坚持亲自想招式 对于功夫片的热爱没变过 现在我拍这个方式 就是尽量用少微雅少绿布景 真的给你看见成龙师的动作 尽量给他们看到 身后的功夫底子 要从成龙的童年开始说起 六岁开始跟着于站员习武 加入期小服系班 取一名元楼成为元家班一元 在大小黄霸天中 跟一名元楼的洪金宝等 同心一同演出 后来因李小龙风潮 改一名成龙 直到这部电影 大开知名度 各地票房创纪录 成龙开始自导自演 1985年凭着警察故事 获得香港金像奖最佳故事片 1992年警察故事3 一举抱左金马 奠定警察故事系列电影的经典地位 93年在以重案组连庄影帝 怪不得人说你有毛病啊 你毛病大 你还怎么说就怎么说 这是我做人的宗旨 宗案主 禅龙 我从小 我从小孩子拍电影到现在 都拍了武打电影 演技从来是我最弱的一环 现在得到这个奖 证明我的演技有进步 但是我不会忘记 我要学的很多谢谢 演技度今后 成龙在凭着这一部红帆区 打进好莱坞 进而接下电影尖锋时刻 全球票房开红盘 一连拍了三集 总计尖锋时刻系列 全球票房累积8亿3500万美元 贯算新台币有267亿 我会给你什么想 今天我的男孩变成人 打进好莱坞之后 一连拍了好几部 卖作武打 Mr.Devland 穿它 Daniel 来 让我看看 成龙打出自己的独特风格 的确 成龙的武打 总是有幽默的元素 网友Tony更进一步分析 电影中的成龙 总是处于劣势 也常把物品变成打斗工具 画面也是经过设计 他常用手拿换或扔丝的手交 上手 像美国电影 你能看到很多动作 因为从镜头上和角度的姿势 开战 他们不懂得怎么打斗工具 让大家千年所见 更能感受到 武打所要传达的临床感 堆打时还有节奏感 为了捕捉真实那一刻 成龙更时常不惜成本 2010年跟威尔史密斯儿子 杰登合作 2011年之后 成龙的电影事业 明显回到大陆发展 还成为政协委员 一度在会议上拍桌 引发关注 政府也很开通的 让我们去讲真话 讲实话 千万不能讲假话 这是令到我非常开心的 所以我就可以讲到拍台子 为了树立文人形象 成龙戴起了粗犷眼镜 说明他不只在大陆拍片 也参与政治 深耕大陆市场 2012年拍《十二生效》时 传出是他的退休代表作 成龙否认 澄清他的意思是 不用再证明自己会打 会减少动作部分 但电影还是要一直拍到老 重心更多放在角色上 我现在是希望突破 不希望老是成龙式的电影 我希望会变 除了《十二生效》 成龙式的 其他的我就希望去 他刚刚要把我两边 头发剪短要染的话 我还在怀疑 出来那个片呢 还不错 而且还有些人讲 反而年轻 真的 我要相信人 不然的话老是常常 都把那个角色放 那一天 听得出来 习惯主导拍片的成龙 渐渐学着放手 性格也似乎从刚硬的大哥 变得有何许多 对于演艺事业的期待 是活到老 演到老 持续尝试创新 扭转大家对成龙 两个字的刻板印象 其实很多以前 喜欢成龙的人 都喜欢在他电影 最后去看他那个 真实拍摄的那一些花絮 觉得我真是厉害 在成龙之后 当然还有很多武打明星 一直不能够漏掉的 就是甄子丹了 他也是武行出身的 19岁在武术指导 袁和平的栽培之下 拍了他自己第一部的 功夫电影 入行一算也33年了 拍了70部电影了 甄子丹是因为 叶问这个角色 让他爆红 然后成为一个 武打明星的代名词 现在传出片酬 六亿元 一代宗事业问 开创甄子丹 演艺事业第二春 更让他被封为宇宙最强 片酬传出高达 六亿台币 对我来说 拍动作片 已经不是难与不难的 每一步都是很难 因为难度不是在于 跟谁打 或者是血迹有多负责 就是我本身也好 这一次跟游和平导演也好 游和平导演也好 我们大家都希望 就是每一次都有突破 母亲是罪名舞初家 麦宝禅 曾子丹从小习武 也受到喜欢音乐的父亲影响 苦练古典钢琴 不把钢琴练好 她肯定回来 就拿了一条木棍敲 我的骨头 敲 然后我妈妈如果不练功呢 又拿一条木棍 木尖敲 打屁股 打腿 打 打身上的鱼 然后后来就跳了 那个 武术 追随母亲的脚步 选择武术这条路 曾子丹被送去 北京的武术学校受训 和李连杰是同班同学 这段时间 他也爱上功夫电影 买一个半价的票 然后躲在那个戏里面 看一个下午 然后看完之后 就自己做梦的 把电影里面看的东西 然后把它再重复一遍 再打出来 影响我最大的就是李小龙 我是要推广 李小龙的精神 去推广 世人对李小龙的认识 年少时 曾子丹投入市民武术指导 袁和平旗下 袁和平在曾子丹 19岁那年 地统他当男主角 新人也不知道 电影的语言是怎么样 我还记得很多次 我师父说 打完之后 他说 打完之后 他才告诉我 其实你在镜头外面 我打完就是空倒 你已经出镜了 对 出镜 白拍了 出镜入镜 我说什么叫出镜入镜 镇要起飞的演艺事业 却碰上90年代 香港传统功夫电影没落 曾子丹只好改演电视剧 全时偶像李小龙 演出过的陈真 电视版金武门 特地重现很多经典场面 展现曾子丹的好身手 他也因为这部戏爆红 走在香港街头 还会被粉丝认出来 眼而优则倒 1996年 自导自演战狼传说 这部成本不超过 50万美元的电影 上映广受好评 版权还卖到世界各国 曾子丹利落了身手 还成为日本人的新偶像 这部戏爆红 这部戏爆红 1998年 曾子丹中王好莱坞发展 不要担任动作指导 2002年这部电影 让他的身手再次被注意 小小庭长有何贵的 此地归我侠管 如何 你乃大王通缉的要犯 我当哪里归啊 大陆导演张艺谋指导的英雄 功夫皇帝李连杰和老同学曾子丹 在棋管这场对手戏 两人一个武剑 一个使枪 真枪实弹的对决 配合电影的运镜和音效 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言什么就要像什么 随着年纪增长 曾子丹慢慢在戏里加进了家庭的元素 我们说到了一个人物 他这个人物就是 其实武术对他来说 不是对决定的 家庭才是对决定的 第一级第二级 一直到今天第三级 更加的带有这个重点 这个终止放在第三级 原来家庭对他的影响可以这么大 令到他完全失去自我 不去做他平时梦寐以求的东西 戏里也闻找古生命的老婆 一度放弃他最爱的武术 现实生活中 曾子丹也是爱其好男人 不知道看他真的那么苦 但是他对老婆很好的 我们去做宣传的时候 有时候他老婆也会在 然后全程都是手牵手这样子 搞得我很羡慕 这股叶问掀起的风潮 不只在戏院 台湾永春之父卢文景 是叶问的侄子 在台湾推广永春全超过30年 曾子丹因为永春成为近年功夫的代名词 他也因为叶问登上国际 除了接演过虎长龙续集 他也将成为第一位登上星际大战系列电影的华人演员 武航入航到现在成为享誉国际的巨星 曾子丹的每一步都向他挥出的武打招式 扎扎实实毫不侥幸 而大家看到的会觉得真的是恐龙在眼前 包括了呼吸 眨眼 皱眉等等都栩栩如舍 澳洲墓尔本有一间公司 要把巨型恐龙金刚的模型结合了动画搬上舞台 你会觉得栩栩如舍 一声震天的狂吼 这并不是看得到摸不到 只出现在电影里的特效 而是一只仿佛有鲜有肉 活生生的恐龙近距离出现在你身边 从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甚至还有能骑沉的 让整间工作室宛如一个侏罗纪事件 但一眼望去后会发现 里头除了珍奇猛兽 还暗藏几只少女星 例如这只棕色巨熊 是不是看上去有点眼熟 再加上雪豹和兔子三只合体 全都是2014年索契冬奥的 官方吉祥物 俄罗斯总统普钦最爱的那一只 你猜到了吗 而以上通通都是游艺群 特殊特效的专家制作出来的 我们有工程工程师 我们有电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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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工程师 画家制作者 工程师 模特工程师 所以我们带这些一层 是我们做得非常好 这间科技公司2006年在墨尔本起家 他们所运用的并非日益精进的电脑科技 而是从50年代就开始发迹的电子动画 这太肥肥了 我需要走从这里 E.T 周期包括知名电影 E.T和星际大战等等 都使用这种技术 制作过程废时又废工 这就是E.T和星际大战 这就是E.T和星际大战 现在我们在肥肥 女生在在肥肥 包括眼睛 骨骼到皮肤 统统得手工制作 从开始到完成 得花上一年的时间 它很相似 它有脖子 肌肉 肌肉 如今还最新写入了 让表情动作看起来更细腻的程式 就是不让观众发现破绽 我现在正在控制这种肥肥 这些都是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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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10年以后建设这些 这些10年以后的 我们建设这些 这些10年以后的 我们建设这些 我们建设这些 你建设这些小狗狗狗 对 这些很有趣 警官打造一只 真的恐龙池里不讨好 但这群热血专家 还是要做 因为电脑特效 做不到的事 电子动画做到了 那就是成功 让实体恐龙走上舞台表演 2007年的与恐龙共舞 就是把一整个恐龙家族 共20多只恐龙搬到观众眼前 堪称是史上气势 最磅礴的舞台剧 巡回三年 全球已经有超过5000万人观看 创造2.7亿奥币的票房 隐隐约约皱着眉头 还会随着女演员的情绪做转折 紧接着在2013年登场的音乐剧 金刚同样引发轰动 随着一步又一步逼真舞台表演 在全球曝光 让这间工作室的产物也越来越丰富 不过目前你所看到的还只是一小部分 因为还不能曝光的新角色 属于商业机密 电脑特效当道 让电影里的恐龙越上大一幕 如今结合了电子动画 又成功让这些大恐龙 越上真实的舞台和观众的距离 再拉近一大步 TV的新闻综合报道 二点要跟你了解一下 你听过败犬 听过圣女 你知道现在最新的淡男指的是什么吗 从戏剧出现的名词 其实蛮能结合现在社会的现象 例如败犬 例如圣女 现在还出现了淡男 温暖嗓音林又嘉替电影《我的淡男行人》唱主题曲 不一样了 全部一样了 MV画面穿插林一辰和凤小月 为了找寻另一半的酸甜苦辣 而整部电影主軸也很鲜明 通通围绕在淡神上 到底有一颗蛋喔 一颗蛋 蛋流出来 你今年几岁了 你的蛋过期了 林一辰为了结婚生子 把约会对象称之为淡男 他笑起来 叮咪咪咪的 名字超低 不过这个新名词 对不少人来说还真的很陌生 爱吃淡的男生吗 很玻璃心吗 淡男就是很淡定的意思啊 是不是 其实淡男的解释很简单 只外表冷俊 内心丰富但玻璃心 宛如淡一般一碰就碎的男生 淡好像从片名是一个 让人家很搞不清楚是什么的 的电影 它是一个 从很有趣角度切入的一个 都会爱情电影 而像这样 因为戏剧产生的新名词 还有 只要我愿意的 慎者 就先慎着吧 电影《慎者为王》里 已经到了失婚年龄 却仍未结婚的书籍 就被称作为圣女 而另一经典的 就是《败犬女王》 你都没想过说到有趣啊 谢谢你 小草莓 女主角杨景华 年过三十人没结婚 也被冠上了 《败犬》的称号 所谓败犬 泛起过失婚年龄 还是单身的女人 无论名词是包是扁 放到戏剧里 因为新颖容易让观众好奇 也成为整出戏的一大卖点 《败犬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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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最后来看 用跑酷重现电玩游戏当中 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谢谢收看 再见 rocket 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